第三部分就是跟我推荐的这个书目 林旧式 这一部书跟南宋世大夫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我们一共就是这三个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的题目叫做何以为宋 这一部分主要就是说想跟大家梳理一下 关于宋代的诸多论论 刚才孤老师也提到 宋代是一个在经济文化上非常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对宋代的一些看法 当然是正确的 没有任何不正确的地方 不过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今天来的观众 看到也是有些年轻朋友 大家在学历史课的时候 是不是一开始也会有这样的 就是说宋代什么强干弱知 手内需外 对不对 然后宋代积贫积弱 对不对 然后我想大家可能会回应 怎么从历史课本上的这样的描述 然后一越就成为今天这个什么经济文化特别发展 对吧 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么这是这种强干弱知 手内需外 积贫积弱 这也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形成的对宋代的一些整体的认识和评价 那么这个是请大家注意的一种论断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研究者所提出的 像陈英雀先生啊 非常著名的学者 我肯定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的 陈英雀先生 他提到 华夏民族之文化 令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华夏民族的这个文化 从文明的角度 经过数千年的这样的这个演化和进展 在赵宋 也就是在宋朝达到了一个高峰 达到了一个 就是说可以顶峰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还有邓广明先生 这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宋史研究的专家 二十世纪 应该说是奠定了我们现在宋史研究的这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位学者 他提到 宋代的文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 截至林青之际的 西学东建的时期为止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大家都注意到 都提到了造极 对吧 登峰造极 对吧 那这个 就这个直观印象上 跟这个强 看来如果是守卫西川基就不太一样了 当然我们说这两个学者 他的这个立足跌也不一样 他们立足于文化 立足于文明 对吧 那这个跟我们就说的这个经济 好像也不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吧 只能说是观察的这个角度不同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宋史的这样的这个论调 就是说二十世纪以来形成的这个在研究者的这个范围内形成的一些不同的论断 那么这个我想大家现在如此的关注宋代 可能有一些这个关系是因为可能看到了一些相关的电视剧 有些影视作品 有些传媒中的对宋代的印象 对吧 比如说这个电视剧叫啥叫大宋公辞 对吧 然后呢 有的看过有的在摇后 我可能没有看过 没关系 我也没怎么看 就是说形成了一些电视剧的这个IP 那么除了大宋公辞之外的像还有这个大宋少年制 这个其实这个我看过 它就是批着宋代幌子的一个探案剧 就批着宋代幌子的一个探案剧 那么还有像这个孟华录 对吧 这个大家看到的比较多 就是刘宇峰和陈晓演的这个电视剧 也是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 算是一个历史小说改编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吧 那么这个呢 就说明了在近几年之内的 在公共舆论之中的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宋朝热 就是说这个不仅是在研究的这样的这个领域 那么在这种的更大范围的公共舆论 更大范围的这个文化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中呢 大家也更加关注这个宋朝 那么甚至呢 就是不仅是这种电视剧啊 也出现了很多这种名字 非常比较神奇的这个网络小说吧 什么回到宋朝当书生 回到宋朝当将军 然后当公主 当皇帝 当王爷 众状元 然后宋代圣南的幸福生活 这个真的 这个都是我从各个网站搜罗的一些穿越的这个题材的小说 那么为什么这么愿意回到宋朝呢 就是现在大家公共舆论的这个宋朝热里面 对宋朝是怎么一个论调呢 那大家就会觉得宋代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朝代 这个也是原话啊 网文上的原话 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朝代 也是最好的这个朝代 那么如果我们说刚才给大家展示的 陈一鹊先生和邓广明先生 他们对于宋朝一个顶峰论的一个基调呢 是从文明的这个角度 对吧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你看刚才这个展示的 这个的登峰造极还是文化文明的角度 那么现在这个公共舆论里面存在的某种宋朝热 他们的整个的基调就是说 对宋朝是一种全盘肯定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对吧 他就不是一个文明单纯的一个角度了 而是一种全盘肯定的一个态势了 那么这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历史教材里的 那个强干弱之 手内虚外 那个积贫积弱 这个显然是有很大矛盾的 显然是有很大矛盾的 那么基于这样的矛盾 我们会问宋代到底是怎样的宋代 那么其实这一个问题呢 我想这个不用我们来回答 宋代就是南宋是被哪一个朝代所取代的呀 元代对吧 那个宋代和这个元代的 就是和那个蒙元的这个大战是持续了四十余年的 我们都说最了解一个人的 往往不是他的朋友 而是他的敌人和对手啊 那么其实这个在元代这个 元代大臣的进宋时表里面 他们就提到 他们眼中的宋代是怎样的一个宋代 这个评价我觉得就挺功允的 就是这两句大概生容胜而五倍衰 论见多而成效少 那么论见多而成效少呢 我想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光说不做 对吧 说的多做的少 理论多实践少 对吧 就我们通俗的解释是可以这样解释的 当然我们说的专业一些 就是说这种的这个理论成果多 实际做出来的工业 或者说是贡献少 那么生容胜而五倍衰 那我想五倍衰 这个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五倍嘛 就是国防实力 这个在军事方面上的这个力量 对吧 这个也是大家都通过一定的学习 都有所了解的 比如说你看从北宋就开始啊 那个跟辽就不说了 老打败仗 然后签了那个禅渊之盟 每年都要给人家碎壁 对吧 然后跟西夏也是 西夏呢就是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也是打不过人家 然后呢 那后来嘛 那个联金灭辽 好不容易把那个幽云十六州收回来 然后金还二次南清 然后又被 又引发了这个健康之变 对吧 然后北宋就灭亡了 就到了南宋 南宋嘛也是打不过 然后这个主战派一直受到 就是一直处于被压制的这个地位 也是这个一直打不了什么胜仗 北伐几次 反正也都无功 对吧 所以这个五倍衰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啊 国防实力不行 打不了胜仗 那么生荣胜啊 这个要怎么理解呢 那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这个生荣 那就分为生和荣 生呢就是声音 荣呢就是荣貌 那相对一个人是这样啊 那么如果我们说一个朝代的生荣呢 就是一个是朝代的 就对应到一个人的这种声音啊 这种外在的这种貌 那应该指的是它的什么呢 大家觉得 可能就是摆在面上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城市面貌啊 对吧 比如就是说这样的一些 大家一会儿可能要去看到的一些这种的 什么日常的这种风雅呀 然后能造出很精工的这种的工艺品啊 之类的 包括它的 像大家知道 宋代有非常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对吧 它的那种民间经济啊 那种这个都城的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呀 人民的生活状态呀 它的精神文明啊 对吧 生荣指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方面了啊 所以说呢 生荣胜而五倍衰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能够回答 我们刚才提出的 为什么一方面说它积贫积入 另一方面又说 哎呀 这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发达的那个时代啊 就是说 我们说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贫弱呢 这个这个主要是针对 就所谓的贫 主要是针对它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财政赤字的一个方面 就它每年的这个财政收入是不少 但是它支出更多 那这个支出呢 一方面呢 当然也跟它要作战啊 这些东西是相关的 另一方面 那大家想就是宋代就不给人碎币的这个时候都不多对吧 它要它要支出这一块啊 所以说其实对于政府来说的话 它的财政赤字是比较高的啊 但是那个民间经济呢 它还是相对比较活跃的 并且这个我们在历史课本里面也会学到 哎呀 这个宋代的商品经济叫唐代还是有所发展的对吧 是是有所发展的 因为在宋代的时候 唐代的时候这个土地还是不能买卖的 宋代的时候土地也成了商品的一种形式啊 商品经济叫唐代还是有所发展的 那政府的这个财政收支都比较高 但是从民间经济的这个角度呢 它其实并不是那种非常贫的 或者说是非常不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大家看清明上德图就能看到对吧 这是这个盛容盛的一个支撑条件 那么另一个支撑条件呢 就是宋代的一个制度 就是皆是是取代了仿式制 这个也是跟它这个民间经济发展 非常关联性非常密切的一个制度 大家就是年轻的朋友这个学历史课本上 会给大家讲什么叫仿式 什么叫街市对吧 那仿式呢就是唐代及其以前 唐代就是宋代以前这个中国的 这样的一些在大城市里面实行的 一种城市管理的制度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商业区跟住宅区分开 这个仿指的是住宅区 市指的是商业区对吧 那么大家学那个木兰师会有什么 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岸街 南市买配头 北市买长边对吧 当然这是用了一种护文的修辞手法 就是说其实它跑遍了东南西北市 买到了这些东西是这个意思吧 那大家肯定要问 为什么你要去这个市啊 你就在这个街上不能买吗 那还真的不能 因为这个市它是要特定的一个区域 然后就是说在访的这样的一些街道上 是不能进行商业活动的 这个就叫做访市制 就是我们用比较通俗的来解释访市制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商业区跟住宅区分开 那么住宅区呢也是这个 比如说达官贵人的这个住宅区在哪儿 然后比较平民的住宅区在哪儿 这个住宅区的这个根据身份等级也是要分开的 然后呢并且还有一个配套的 就是说他们要禁夜就有一个夜禁的这个制度 因为唐诗里面它会写到嘛 就有的时候正月十五 大家都知道正月十五不是去关灯啊什么的 它会写什么金吴不禁夜 耕漏莫相催 就是这一天呢这个是不禁夜的 就是晚上是这个你可以游夜市了 你可以在外面玩到比较晚的 那么耕落墨相催 就是说这个时间过得再慢一点吧 明天就要进夜了 这个样子的 这是唐代及以前配合访市制度 对于都城的这种一种管理的一个形式 但是到了宋代嘛 它就揭示制 那揭示制就是像大家如果看过清明上河图 那上面展示的 它不仅白天 因为揭示制嘛 就接的这个两边你都可以自由地进行这种的这个商业活动啊 就是可以这种开店啊之类的 然后呢 它不仅白天可以开店 它晚上它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这个商业活动 当然也不是说宋代 它一建立就彻底这个不禁夜了 它也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大概是到了宋徽宗的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业劲制度就比较松弛了 就基本可以说形容于没有了 因为当时又有夜市 那么有晚上那种送外卖的什么的 用你今天话来说送外卖的那种的 就是酒楼的那种小哥铁石盒 给人送到府上的这样的这种服务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这个 这个揭示制和这个业劲制度的风驰呢 也是促进宋代民间经济发展 让这个宋代的这样的一些生活非常的 这个活色生香非常有滋有味的这样的一些制度保障吧 那么这是这两点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声容声音我们说也包含精神文明嘛 对吧 它就是宋代嘛 就有一点 其实我们的历史书上概括的非常好 就中文清武 对吧 这个读书人的地位非常的高 然后呢 这种的文阶的这个官位是大家都向往的 如果出生五阶的话会觉得自己这个前途有点堪忧啊 我要想尽办法我要成为文官对吧 所以说这个上面我讲了三点呢 就是这个声容盛的这样的一些支撑条件 其实也是宋代的这个士大夫生活的一个背景吧 一个整体的一个背景吧 那么好 那么这个是这一点 那最后呢 在这个何以为宋的最后一点 我想就是说带领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 从认为宋朝弱到这个如今宋朝热的一个转向 那么其实这个有一位张邦伟老师 他是著名的宋史学者 他说的是非常好的 他的这样一段话是发表在新京报书评中刊上的 他对这个近几年的这个宋朝热 他有一个回应嘛 他觉得这个近几年的宋朝热 是一个非常合理性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呢 他提到说近代中国饱受列强的这个七零 就是二十世纪初的这个时候 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时候正好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近代 对吧 近代晚近的这个近 然后就是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然后这个国力是非常衰弱的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时候 人们当然向往武功强盛的汉代和唐代 因而贬低积弱不振的宋代 甚至因其弱而称其贫 就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说宋代老打败仗 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 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过程中 就基本没有占据什么上风的这个 能跟别人打个平手就不错了 就打个大胜仗大家就做欢欣鼓鼓觉得马上要光复中原了 实际上还差得很远 就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这个呢 其实当时强调宋朝若也反映了那个时候的大家心里的一种诉求吧 到而今呢 形势发生了一种变化 那我们都说这个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嘛 对吧 提升大家的一个幸福指数对吧 要有一种获得感 那么现在就是大家更加注重一种经济文化迷生 而在这些方面呢 宋代无疑是超越包括汉唐在内的前代的 这应当是宋代历史地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 现今人们赞美宋代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宋朝热的这个提法 那是有合理性的 之前提到宋朝弱呢 其实也有合理性 就是说一个朝代呢 它往往是呈现出一种多种的一个面向 那我们既不能说这个宋朝那就很弱 其实也不必说宋朝就是一种最好的时代 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时代 就是怎样都有它的一个问题存在 那么讲上面这些呢 其实就是我想给我今天的讲座开一个头 我也想让大家相对的知道 宋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宋代 就是士大夫他的一个生活 建立在怎样的一些制度基础 和物质基础之上 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提到这个宋朝热 对吧 这个跟我们现在关注这个经济 关注文化 关注这个古代人的这个生活相关 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想了解一下 宋代的这样的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呢 我们可以去参考哪些资料 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参考百度 这个小朋友 这个也挺有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英特网互联网嘛 这个就反映了就是非常快能够去获得这个材料 这也是一种这个方式啊 但是网上的这个材料嘛 毕竟我们可能这个小朋友长大一点会知道 这个网上一些材料也不一定是完全对的 对吧 那我们这边说的就是说当时人留下来的相对一手的这个材料啊 这个是对于不管是研究啊还是说我们可能更多的了解也好 可能更加有这个确信性对吧 就我们说的可信度更高这样子的 那么这边呢其实是有这个两本这种的笔记资料啊 那么首先解释一下这个笔记的意思啊 这个笔记呢这个因为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好多场杀龙了 那时候还是介绍一下 这个笔记呢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笔记本的那个笔记啊 当然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就是大概是一个随笔记录的意思 因为宋代呢它是有一个特点是史学非常的发达 而且呢这个因为它重视文教嘛 所以说这个知识人啊 它的知识面非常的广 所以呢他们就把一些这种的自己所见所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呢 记录下来 就是说多就自己的这个所见所闻 从自己所见所闻的角度 记录就是宋代当时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所谓的一些意识和掌控啊 那么这一部分笔记呢就有很高的这个史料价值 那么其实宋代之前呢 像这个六朝的一些就魏晋南北朝的一些笔记啊 他们会有那种的就智怪的那个色彩 就是说记录一些那种灵异 我们今天说的灵异事件或者说鬼怪故事的那个色彩 那个就就就就有点小小说的这个意味了 有点可能有点虚构的意味了啊 但是宋代的一些笔记呢 它就大家千万不要把当作小说来看 它的真实性还是很高的啊 就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一个是这个东京莫华路 一个是这个武林 就是它的可信度真实性是非常高的啊 就都是这个从专业的角度 就是研究这个这个两宋生活史啊 两宋的这样的一些人民的这个生活呀 然后包括都城啊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一些非常重要 非常客观的一些记录啊 那么对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两本书呢 就是这样的两部笔记啊 就本来其实我就就只呈现了 那个武林就是一个啊 但是因为其实也是要涉及到宋代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京莫华路 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东京莫华路呢 这个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它其实就是反映的是北宋的 反映的是这个徽宗朝的这个 这一朝的这样的这个事情 它的住者呢叫做孟元老 再说这个也不是他这个在徽宗朝 这个写下来的 是他南渡之后啊 就是靖康之变 靖康之变我们都知道 对吧 就是那个金国在那个靖康二年嘛 他这个南清北宋的那个都城 就是开封就变凉嘛 对吧 然后这个北宋就 因为他把那个徽清二宗 以及宗室啊之类的 还有一些大臣都掳走北上了嘛 对吧 所以说北宋就灭亡了 那么因为当时这个作为南宋高宗的那个赵构 他不是作为什么天下兵马大元帅 他在外面就有一个什么 齐王的这样的任务嘛 召集兵马来 就是来宝贵王室的这个任务嘛 所以就刚好就他一个 就是漏网之谜 还这样说不太好 就刚好他一个 这个幸存者 对吧 所以说就 对 这幸存者就往南边走 然后在当时的这个南京 这个当时的南京不是今天的南京 是叫那个河南的应天府啊 他就是登基了嘛 建立了南宋啊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呢 就史称这个靖康之变 对吧 金人那个 攻破了开封 然后卢左辉青二宗 及宗室啊之类的 这个叫金康之变 然后就把那个北宋 就是北宋灭亡的一个标志啊 那么 这个 那么他灭亡之后的 你看像高宗 他建立起这个南宋朝廷以后 那么一批这个臣子啊 包括生活在这个开封的一些人啊 他就要南迁 对吧 因为北宋已经亡国了嘛 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 金人统治的这个地方 那么孟元老就是其中之一啊 他就是在南迁之后呢 他追溺宋徽宗崇明之宣河年间 北宋都城开封的一个风貌啊 那么 他这个东京孟华路呢 他包含的内容还是 其实挺全面的 就包含了各个方面啊 就是 比如说这个金城的这个外城内城 是什么样子啊 然后他的一些重要的河道桥梁啊 以及这个皇宫内外 然后关属衙门的分布啊 还有位置啊 然后这个甚至是城内的 一些这个街坊 街巷宝室 店铺酒楼啊 这个就当然是比较生活化的了 对吧 那么你看比较正式的 还有这个朝廷的朝会啊 交际大典啊 然后东京的民风习俗 节定月 时令节日啊 还有当时的饮食起居 歌舞百戏等等 可以说上至皇室 王公贵族 下至庶民百姓啊 这个东京孟华路 对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有所反应和设计啊 那么现在这个东京孟华路 这个书呢 就可能我猜是不是 因为孟华路这个电视剧演了之后啊 他的这个重印的 真的是重印的版数非常的多 而且由于有清明上河图 这样一个 其实也是这个反应 北宋开封的这么一个风俗的 这样的一个画作在 对吧 其实就有一种 这个图配字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有一种天然的 好像一种暗箱明河一样 所以说比较近出来的东京孟华路呢 这个书的策划者 往往会把一些清明上河图里面 相关的一些细节呢 就配在这个 东京孟华路相应的这个条 这个条目之后 比如说介绍这个什么 他的一个什么习俗啊 比如说什么酒店 你在一个酒楼里面 怎么点菜啊之类的 他就会配上这个 清明上河图里面 反映什么酒店里面 点菜的这样的一些细节啊之类的 就以图配文的方式 更方便大家理解 更方便大家认识 这样的这些习俗 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其实还真的可以买来 看看啊这样 并且还给这个东京孟华路 就是还翻译 还做著了 这样子就翻译成现代汉语 然后一些不是特别好理解的一些地方 就是还注视了一下子 这样其实就更容易读懂了 就更容易读懂了 所以说这个还蛮推荐的 大家如果这个感兴趣 就是说北宋的这个东京变量是怎样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 真的是可以买一下这个出来标管的东京孟华路啊 还是还是比较比较这个通俗易懂 有趣味性的 那么这是反映北宋的 那么反映南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我说的这本《武林救世》了 那么《武林救世》呢 它的著者叫做周密啊 那么它跟东京孟华路一点比较像的一个地方 我前面讲过东京孟华路是孟元老的一个追忆之作 对吧 难度之后的追忆之作 那么《武林救世》也是周密入园之后的追忆之作 那他们就是在最盛的那个时候 就都没写下来 就都觉得其实也可以理解 因为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成平日久 就是这个比较繁华的 比较太平的日子过久了 对吧 然后就当时只当事行长 然后一下子这个国破家亡了 一下子产生了非常大的动论 他们才觉得那个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这个建文是非常有价值的 非常有意义的 我要把这个记录下来 就用如果用学说一点表达的话 其实就是反映了这个作者的雇国之私 雇乡的雇国家的国啊 就是用这样记录的追忆的方式 反映了住者的这样的一个雇国之私 那么他追忆的也是南宋前纯年间 这个前纯是指的宋孝宗的前道和纯西啊 一般呢就是这两个年号 一般呢就是这个前纯呢就代指这个宋孝宗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南宋的宋孝宗是第二位皇帝嘛 经过宋高宗这样的一个这个统治阶段的 那虽然就是有秦会啊这样的这个这个事情出来 对吧 但是也总算是稳定住了局势啊 就是好像又形成了南宋的一个相对比较繁盛 比较稳定的这个时期 在宋孝宗即位的这个时候 所以说呢周密他追忆的就是这个 宋孝宗前道纯西年间的这个旧事 这一段呢也是被认为是南宋比较繁荣 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这个时代啊 那么这一本书呢 思乎全书总共体样对他有一个评价啊 凡朝廷典礼山川丰武与福士寺节目 古坊乐部无不备在啊 其实就是大家看这个无不备在就够了啊 就是说啥都有啊 就是说啥都有啊 就跟那个东京孟华路记载的那些 其实是有一点像的啊 就是礼仪是怎么样的 什么街道是怎么样的 景物是怎么样的啊 然后还有这个食物是怎么样的 食品是怎么样的 列了特别多的菜名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这个 就是因为还有什么各色的这个邻人啊 之后我之后还是会具体介绍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的 我们都说宋代 它不是那种的什么 就是已经有那种南系的那个图形了吗 对吧 然后还他记载了一些南系的这个名字啊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堪称为 研究南宋历史杭州掌控的一个珍贵文献 那么因为我推荐了这个书嘛 我就简单的再把这个书的一个情况 再给大家进行一个概览 那么武林旧式呢 一共有十卷 每卷呢 有若干条目 那么我下面 我这两张PPT呢 红字呢 就大概对每一卷的这个内容 进行了一个概括 那么这个中括号里面呢 它的其实就是它对应的条目啊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它的卷一卷二详细记载了皇家各个重要的朝会典礼 那个卷三的介绍了行都 行都就是林安嘛 就是我今天说的杭州 四十的风俗 其实不光是卷三 从卷二的这个原正的这个乔墓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正月初一啊 它就开始介绍了这个四十的风俗 卷四详细罗列了行都的宫殿和教坊的院部啊 就是说宫殿它是怎样的 然后教坊的乐部嘛 其实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南宋的时候 就是宋代有宋词嘛 对吧 宋词不是配乐演唱的嘛 对吧 就是说相当于那个乐 就是那个 也不能说是子乐吧 就是当时这个朝廷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官方的这个乐是怎样的啊 那么卷五介绍了杭州的风景古迹 就是湖山盛盖啊 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古迹 那么卷六介绍了行都饮食娱乐和各色的记忆人啊 这个就大家看到什么 事实啊 果子啊 菜书啊 粥啊 饭鲜啊 凉水啊 糕啊 之类的 这个全都是菜鸣啊 这个全都是菜鸣啊 就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还有猪色酒鸣啊 看起来就很好喝啊 然后卷七记载了高宗退位后的悠游生活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宋高宗 他不是这个就直接像一些一般的皇帝一样 一般的皇帝不都是这个 在皇位上最终就就去世了吗 对吧 他不是啊 他退位之后他当了几年太上皇啊 所以说卷七呢 就记载了他退位之后的这个 就非常悠闲自在的生活啊 卷八介绍了皇帝嫁姓太学 接待敌国使臣和皇后侧封 皇子戴玉等皇族日常生活礼仪 就是又是一个礼仪方面的 卷九记录了宋高宗驾姓功臣张俊的礼仪劫次啊 这个张俊呢 就跟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士大夫张姿 是有非常密切关系的 后面还会详细介绍 就是说这卷就记载了这个宋高宗 他驾姓他的这个应该算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臣子的府邸的这个礼仪是怎么样的啊 就是先要干什么再要干什么 然后那个场面是怎么样的 什么裸鲁宣天之类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卷史呢 记录了官本杂句 段树和张姿的四十有赏 这个官本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因为宋代 他不就是说有那个南 南宋就有那个南戏出来了吗 对吧 他相应的在卷史里面也有一个记载 那好 那这个就是武林救世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那么下面第三部分呢 我们就要讲到今天非常非常重要 就最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与南宋士大夫的生活 我们前面说了 他记录了张姿 也就是因为他号约斋嘛 记录了张约斋的这个生活 那么张姿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前面不是说到他跟这个张俊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吗 那张俊是送高宗时候的一个宠臣 也是不能算是他的功臣 因为功臣我们用这个称呼 就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形象 对吧 但是如果站在那个绍兴合议的角度 或者说用我们朴素的这个感情 我们都是支持岳飞的 对吧 如果我们从支持岳飞的角度来说 这就不是一个功臣 因为他当时就是 那个不是要绍兴合议 就是打了圣仗还要合议嘛 对吧 然后那个韩世忠肯定是不干的 对吧 韩世忠就结贾归田了 然后这个张俊 其实某种程度上 可以是说是秦桧的一个帮凶吧 就有点那个意思 所以你说他功臣好像不太合适 那所以你看宋高宗跟他关系那么密切嘛 对吧 你应该说是 因为绍兴合议算是最终 稳固了宋高宗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 所以他才之后去嫁姓张俊的府邸 就是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那么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张兹这个人 张兹呢 他的这个自公府 又自始可号约斋 他祖籍凤翔 欲居领安 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祖上张俊嘛 他这个祖籍凤翔 就我们今天所说的陕西那一边 那么那难度嘛 那当然不能再在凤翔这个地方住了 就随高宗的这个朝廷迁到了这个南方 然后因为他是这个重臣嘛 他是臣子嘛 尤其是重要的武将 所以说他肯定是跟着这个高宗到处跑的 那么他最后呢 因为宋高宗不是把临安作为行载了嘛 那他肯定就是迁到了临安这个地方 就整个家族 就就是他是在临安的第一代 他之后的他的这个家族啊 就家老小什么的 也就在临安这个地方扎下了啊 他是宋南渡名将张俊的曾孙 那么张俊呢 是作为忠心四将之一的 其他三个人呢 还是忠和岳飞的 大家肯定非常清楚 那么还有一个是刘琪 那么这个张俊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是南渡时期 非常重要的一个将领吧 我刚才也说了 你说他做了多少好事吗 那不至于啊 那不至于 但是确实是宋高宗 相对比较倚重的一个臣子吧 那么张兹这一个人呢 善诗词啊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 还有江葵啊之类的 这样一些南宋的这个作家 他跟这个陆游啊 还有杨万里啊 还有辛吉吉啊 还有尤茂啊 他们都有所往来 都有所往来 所以可以说是南宋中期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也算是一个这个 不能说他小有名气 因为他的生活实在是太附属了 就是说他都比较想认识的一个人 可以这样说 那么这是张兹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根据这个武林旧事县史的 张约斋赏心乐事 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目 来讲一下这个 他的体现出的张丝的一个日常生活 并且其这个他的日常生活呢 去窥见一些南宋师大夫日常生活中 就是相对普遍的一个规律性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吧 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读 然后我来给大家进行一个 相对详细的讲解 那么这个就从这个出现原文节选的 从这些PPT开始出现原文节选的 都是武林旧事历的原文了 当然如果想回去再看一下的话 就能继续回去再看一下 那么先是这一段 这是一个续 这是他的一个续源 鱼扫鬼林鞠 不知衰老 节目千变 花鸟全食 领会无鱼 美是一时 襄阳小园 带绝风景 与人为一 咸饮客行商 祸福今夜障 孝歌往来 淡然忘归 音牌笔时又二月 艳游次序 明知约四病吉 这个呢 就是首先说了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吧 扫鬼林鞠 不知衰老 这个扫鬼林鞠 就是说 自己在这个林间闭门谢客 就是有一种不问臣事的一个感觉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这么说的 事实上不是啊 他参与了南宋中后期的那个权力斗争 他脚的还蛮深的 这也正常 因为他毕竟这个家世这么的贵重嘛 这也正常 这是一个他自我期许的一个形象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我在这个权力之间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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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物千变嘛 就是四十的一个变化啊 然后呢 花鸟全食 就是我看的非常的多 所以就领会无余嘛 然后每当呢 我觉得这个事意的 就是心情好的时候 我就在小园之中 这个徜徉 那么就感觉自己呢 这个融入了这样的 这个小园的风景之中 那么清闲的时候呢 也会跟这个客人一起 拿着这个商的 就是这个饮酒器 就酒壶啊 对吧 酒壶酒杯 就是空闲的时候呢 我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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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杯啊 对 跟这个客呢 一起喝一杯 或者呢 就 扶金业账 扶金呢 就是当时宋代的 这样的一种打扮嘛 大家可能看到 那种东坡金 东坡帽 对吧 就那样的这个打扮 或者呢 就穿着这个 就戴头戴扶金 然后手呢 拄着这个杖 就就真的有点像 学东坡的那样的 一种感觉啊 笑歌往来 淡然忘归 就是说 这个 已经笑着 然后呢 在这个小园里面 来来往往 然后心情非常的快乐 然后忘记 就是忘记回家 那所以呢 我就把我这个 每年 十又二月 值的就是一年嘛 我就把我一年的 这个宴游的 这个活动的 我都给他记下来 称之约四并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就是 可以看一下他原文 他一年十二个月的 那个活动 我都觉得 我这三十多年的 这个活动 都没有他这十二个月 的活动多啊 就真的就是 成天都有活动 那样的这个感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原文 因为我这就是一个结局 还挺震撼的 就不知道哪来了 这么多活动啊 那么这就是 他的一个序言 就说的 这个 记载这样的一个 四并级的一个原级 对吧 那么这个呢 这个序呢 他提到了自己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环境 对吧 这个扫轨林匆 然后花鸟全食 襄阳小园 就感觉 他是生活在一个 就是自然的那种状态里 对吧 好像自然的那种山林里 对吧 但是我刚才说 他生活的那个城市是哪儿啊 就离安藏中 对吧 那这个 就我们今天的话 这也是私人界城市 在当时是一个首都啊 那这样的这个大都市呢 就是说他自然条件之下的这样的一种什么花鸟全食了 这种呢 这个是不存在的 那所以说他生活的这样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环境呢 是人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是人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么这个就牵扯到宋代的这个 应该说是世大夫的生活的 就是说他的居所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是居所的一个原理化 那所谓居所的这个原理化呢 这种主要是 就是从我现在浅国的认知吧 主要是分为两点 一点就是说他们就就但凡有点钱的这种呢 或者说是仕途上稍微顺利一点 有些积蓄的 他会自己建一个这样的这个原子 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像司马光对吧 大家这个就是 也不是说建一个原子 就是说他的这个居所里面会带一个这样的这个原理 就像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那个山东就那个蒲松林的那个故居啊 就是我们经常说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那样的这个故居 甚至就是苏州就有很多原理嘛 对吧 那一些原理那不都是私人的原理吗 对不对 那其实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 这样大家一类比就知道了 就是也是他的这个居所会有一些私人的这样的这个原理 他的这个居所会有一些私人的原理 那么所以提到蒲松林就是说 他的这个就很标准的 就是有那个居所 就是有那种就像北方传统四合院的那样的 这个这个门这样的 这样进去的 这样这个这边是房子 这边是房子 这边是房子 然后你再往后面走 哎 他就有一个小园子 然后上面有一个什么小瓶子 然后种了点花草 然后你就会感觉有一个花圃 有一片小竹林 然后有一个他人工建起来的一个小水池 就感觉有一个池塘那种的 然后有一座小桥这样子的 就那个小园就是他的一个算是私家的一个园林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第一点 不少知名的士大夫的居所都有园林 像我们知道那个司马光的独乐园 这个可能听说的朋友少一点 就是说司马光他晚年 他不是退去洛阳吗 他在修自治通建 对吧 他在洛阳的那个时候呢 那他住的那个地方 他就自己建了一个独乐园 就不仅有住的这个地方 那么你看还有什么 弄水宣 种竹斋 采药谱 建山台 那这些地方肯定是供他游赏的呀 对吧 那供他游赏的 那么这个就是园林 就不是说他在这些地方住 对吧 是他这个修书之余 在这些地方就是这种散步啊 长阳啊 然后寄托自己这种好像在山林之间的这种的幽情的 对吧 所以这个司马光的这个独乐园呢 其实就是士大夫这个四人园林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那么我们可能这个路由也比较熟 对吧 宋代就是在那个这个在今天我们说的绍兴那边 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居所的就所谓三山居所是他居所附近有三座山啊 是这样子 比如说他的这个居所叫三山 这三山差不多是一个地理方位的一个象征啊 他的这个居所呢 也由住宅田谱园林三部分组成 所以路由有时候会写自己什么公庚什么像老农一样啊 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他家没有园林 不意味着他很穷啊 这个就是说这个大家有时候看到宋人的这个诗的时候 他会他会有写一些田园诗之类的 有的时候也会说自己很穷 但是这个可能跟他的实际情况 尤其是比较著名的那些宋人 比如说路由 比如说星际级 比如说范城大 那个都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最好实力去看一下他们的住所 再判断他们穷不穷 这样一较客观 就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那么南宋时期居于苏州的这个范城大 他他是因为他不是有一个吴俊志吗 我看之前咱们古文馆也有老师推荐吴俊志对吧 他是当时他是这个因为他是无限人嘛 他在石湖啊 就是我们的上一站那个对对对对 差不多可能就在那儿 他在石湖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园里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园里 他的四十田园杂姓就是园居时期的这个作品 就是那个咒出桑田液净麻 就是咒出云田液净麻 这个小朋友不知道学没学到 这就是他园居时期的这个作品 当然并不是说他在这个园里里 他干着这个农民的那样的内活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他园居期间 他可能会写一些田园诗啊 然后可能会写一些 因为他处于一种比较悠闲的状态 他可能会去观察其他的 比如说农民的这个劳作啊之类的 他比较悠闲的这样的这个心境嘛 然后他可能写出来的这个作品 就更加有这种生活的这样的趣味 不是说他自己去耕田啊 这个这个可能还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这一页右边的这个图片呢 展示的就是明代著名画家 求英会的一个独乐园局部的啊 那么左边的你看这个竹 就有可能是那个种竹斋 然后这个人是在干啥 还是在钓鱼 这个就是在钓鱼的司马光 然后这个呢就应该是他的 这感觉好像也不是他的一个 一个修输的一个地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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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我有点看不清楚 不知道这个是在干啥 而左边应该是他在一片小竹林这边 是在这个钓鱼 是在转移钓啊 那么这是居所园林画的第一个方面 士大夫的不少知名士大夫的居所都有园林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在室内陈设的这个方面呢 也体现出一种风雅化 园林画的一个倾向 因为我们说这个园林画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说他修建一个园林 就是说他人造出一个自然的景观 对吧 他给人一种 我虽然是在这个城市 或者说是 我虽然是就是那种 陶渊林说的极如在人境 但是呢就好像离这个自然 离这种山水比较近的一个感觉 对吧 园林他就是 他在室外有一个园林 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在 那么在室内 他怎样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那就是搞一些山水画 挂一挂 对不对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 也是就是挂一些这种的山水画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山水的屏风 对吧 然后就是你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水画 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水的屏风 那么这个就是 他的一个室内的一个陈设的 这样的我们所谓的风雅化 园林画的一个倾向 因为这个据学者研究呢 我们今天这个在室内挂一个画 就比如说挂一个风景画 挂一个山水画来进行一个装饰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行为 对吧 甚至说是 比如说做影视墙的时候 也会 哎呀我选一个那个石头 带点那种山 那个山院 山纹路的 对吧 或者说是我买一块那个石头 然后它那个上面的纹路 比较像树的那样子的 对吧 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装饰的 这个这个行为呢 它是从什么时候流行开来的 它确实是从宋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 因为我们一般说山水画 它不是宋代才出现的 对吧 山水画的话 应该是从隋唐时候 那个展祠前的那个清律山水图 它就已经是就这个山 作为题材的山水画就出现了 对吧 但是把山水画作为一种室内的装饰 这个是从宋代才流行开来的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既方便欣赏 也体现了主人的一种审美的情绪了 那山水画呢 就是这种的室内的 玄冠画作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题材 造成一种读下唐颜 做穷全克的一个审美效果 那么这句话呢 是北宋的著名的绘画理论家 郭熙在他的银泉纲制里面说的 就是宋人已经有这样自觉的一种倾向 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挂了画呢 挂一个山水画呢 我虽然我坐在家里 对吧 我坐在室内 但是我可以通过看那个画 就是遥想我到了那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感觉我好像就是处在 那一个自然之间的 比如说我挂一支桂林山水在家 我就感觉 哎呀 我好像面前就是那个三弹音乐了 对吧 我面前就是那个象笔的那个造型了 对吧 我面前就是那个梨江了 对吧 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 那么这个室内方面 室内陈舍方面 我举的这个例子是苏氏的这个雪塘纪 大家都知道苏氏 苏氏它就是苏东坡 它曾经被贬到黄州 对吧 那么它被贬到黄州的时候 应该说是这个就是经济状况比较差的 经济状况比较差的 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那挂画呢 那可能实在是就不知道是黄州这一个地方的这个文化比较平静 还是说他自己的经济状况的一个问题 那确实是没有的 但是他也是想办法 就是说让他的这样的一个居所 跟自然的一种警务 自然的一种氛围 紧密的相关吧 那么他在雪塘纪里面提到 苏子得肺朴于东坡之邪 就是说东坡嘛 不是他劈出来耕种的那样的那块地嘛 对吧 然后他就说在东坡的那个边上 得到了一块肺骨 就是肺气的一个圆谱 然后助而圆之 就是盖起那个房子 做糖烟 好奇正约雪塘 就把那个正糖称之为雪塘 糖以大雪中为之 因会雪于四壁之间无容细也 喜居炎养 环顾疲拟 无非雪者 就是说他这个糖啊 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 这个造起来的 所以呢 他就在四面墙壁上 都会了那个雪 我也不知道这个雪 到底是怎样才能会出来 无容细也就是说 到处都会的这个雪 没有缝隙 那么他无论是 这个在这个糖里面 或坐或卧 或者是四处的看 看到的都是这个雪 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在这个雪中 当然这个雪呢 我们说或者是 因为这个时候 他被点了 他被点到黄州 我们可以说 或许是他一种清白人格的一个象征 高洁志趣的一种象征 这样说都可以 但是呢 确实是造成了一种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自然的这种氛围相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方面 尘尘的一个风雅的一个 室内尘尘的风雅化的一个倾向 那好 那是这个 这是这个士大夫生活状态的第一点 就是说我们提到了一个 园林化的一个倾向 那么第二点 加以号相对定居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南北宋士大夫的一个区别了 一个 当然只能按大多数来说 大多数南北宋士大夫的一个区别了 那么北宋的这个士大夫呢 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还是苏氏 对吧 比较了解的还是苏氏 那么这个苏氏的话 他是梅州梅山人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川人 对吧 那他自从这个考完科举 这个是肯定要到京师的 然后之后不是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母亲先是去世了 他回家奔丧 然后后来那个出来 然后他的父亲不是又去世了吗 然后再回家奔丧 然后那从此之后 他再就是从他在重返 西宁年间重返京城 一直到他最后去世的 这样的这个 他整个的士患生涯中 就再也没有回到国民山 就是说他这个 就是那个出来了之后 就是没有再回到家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的这个住所呢 是跟随他事患地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 比如那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在杭州当官的就住在杭州 对吧 被贬去黄州了 就住在黄州对吧 最后那不是还远辙离南吗 然后惠州啊 然后丹州啊之类的 就住在惠州和丹州对吧 还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是苏氏啊 他的这个居所 根据座官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当然苏氏 因为我们都知道 苏氏他是被卷到 那个北宋中后期的新旧党政令里面去的 他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有那个能够解职 但是自由居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我们再往他前面推 就是司马光和王恩石 这两个人晚年其实是有这样的相对 就是闲居的这个阶段的 但是其实他们也没有回自己的家 他们也没有回自己的家乡 因为司马光嘛 他是那个 我们叫那个宿水人嘛 他 但他生在河南光州 但他晚年是退居洛阳 那其实也不是回自己的家 对吧 那那个王恩石晚年是退居金领 那王恩石是江西人 那还是没有回自己的家 所以说北宋呢 当然他们晚年也是身 就是名义上也是一个贤职了 所以说北宋呢 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游贯状态 就即便是这种 有这样的一个退居的一个阶段呢 他们基本也不会回自己的家乡进行退居 就是说也不会回自己的家乡进行营居 但是呢 就从南渡时期 也就是静康质变里面 静康质变南迁之后呢 就有这个变化了 他的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你看像张兹 我们刚才说的 他的这个籍贯 他祖上的那个籍贯是 凤翔就陕西 对吧 那这个家肯定是回不去了 家肯定是回不去了 对吧 因为已经沦陷了 那就南迁嘛 那他迁到一个 像杭州 就连安这个作为一个 玉区的一个地方 那迁肯定 我前面说到张俊迁过去的 那其实他祖祖辈 不是说祖祖辈辈 他的子孙后代 也就以林安 就作为好像一个 大的营了一样 对吧 那你看张兹 我们要提到 他的这个园林 他住的这个地方 也是在杭州 对吧 这个就是 北方士大夫的一个情况 迁入南方的居所之后 子孙后代 也在这个玉区地发展 其实就得变成第二个孙了 就逐渐通过这个 第一代是这样切入的 然后第二代 然后通过一些通婚之类的 然后再第三代 就感觉逐渐变成当地的这个人了 融入南方的这个文化了 这样子的 那么这是集贯北方的士大夫 那么南部士级集贯南方的士大夫 那当然就是回自己家了 在自己家这个 比较近的这个地方去邻居了 那么他们这个邻居 就把自己相对比较好的 这个住宅建好之后呢 他们每次解职的时候 是会返回这个地方居住的 就晚年有一个退闲阶段的时候 也会回归这一个地方 那么这边还是要提到路由的 那个绍兴的三山的这个居所 我们知道路由 它是中年的时候 它不是有一个入属季吗 就它曾经到那个 就是那个南正 然后然后那个成都那边去 对吧 就是说它中年的时候曾经入属 那么它入属之前 其实是处在一个 这个闲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它处在闲居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其实就在它的绍兴的 这个三山居所去居住了 大概是三四年的这个时间 而且晚年路由呢 它是有将近二十年的一个 闲居的这么一个时期的 应该说叫退居的 这样一个时期的 它也是住在它的这个三山居所这边的 所以这个就跟北宋士大夫的 你看即便有退居状态 也很少反复家庭不一样 对吧 那么这种居住形态呢 就密切了士大夫与地方的联系 那知名士大夫营建的一些私家园林呢 也就比北宋更大更精准 这边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当然是张兹的这个 它在林安的好像叫东湖 还是什么湖 这个园林 另一个就是难度初期 有一个人叫相子音嘛 相就是方向的那个相 然后子是那个孩子的子 音呢是左边一个言字旁 右边一个上面一个西 下面一个土的这个字啊 这个人就是说写词写得比较好的 但是他的这个词现在散音调了很多 他因为是那个北宋相太后的 那个就是家族里的这个人嘛 然后也是 当然也是就是相对经济状态比较好 他就在那个江西的青江这个地方 建了一个叫相林 上面一个草字头 下面一个乡 建了这样一个园林 就这个园林就是远近之民 凡是经过这个地方的事量 不都要去看一下的 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说这肯定相比于北宋的这个来说 是要更好的 相比于北宋的来说 这个是要更好 更大更精致的 那好 这个是从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张约翰赏心乐视的这个序言中 引申出的问题 从他的这个什么 徜徉与小园之间啊 从他的这种 好像是生活在权力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引出了史大夫的这样的一个 园居的一个生活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由他的这个 在林安的这个住 就在林安这个 这个这个原理是在林安 引出了这种 南北宋 史大夫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是这两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继续来读他的 这个赏心乐视 正式来读他的赏心乐视 因为他 我前面提到 他不是一年十二个月吗 那个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就是真的活动是太多了 那么我这边就就把这个春天的 就是梦春 重春和季春啊 就是这三个月的活动摘出来 大家这个看一下 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史大夫他 就是说他在生活里面整了哪些活 或者说是他 他他他他这个 这个在做哪些事情啊 那么 那么我们给他概括一下呢 就是看花 对吧 然后就是正月嘛 然后看雪 看花 对吧 然后这个是实定的一些景物啊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宴会 因为正月嘛 那肯定要守岁嘛 对吧 然后呢 那正月嘛 那还要这个看灯 因为正月十五嘛 对吧 云霄节看灯 那么差不多就是这个 一个是看实定的一些景物 另一个是这个 这个 就比如说吃实定的一些食物 这个春盘和监饼会都是这样的 我这个标红的 我后面还会详细给大家讲 他这个什么 什么叫春盘 什么叫监饼会 到底是啥东西 总结一下实定的景物 然后实定的食物 然后就还有一些宋代 就其他比较常见的一些这种的文化 或者是民俗活动啊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啥叫春盘 啥叫监饼会啊 这个我左边的这个图呢 这个是一个宋代的爱对煎饼 对吧 这个是宋代的一个故障并化 这个出土的一个烙饼图啊 在制作的这个东西就是煎饼 其实这是爱对 这个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煎饼 跟我们今天所认同的那个饼 就差不多是一个东西了 就是圆圆的大大的这样子的 就不同的是 今天大家吃的那杂粮煎饼 它是换一勺那个糊那样攀 对吧 然后它这个呢 就是在擀面 然后放到那个烙子上 那样去烤熟啊 这样子的 这个有点不同 但是也是在煎饼嘛 对吧 也是在煎饼嘛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煎饼 那么什么叫人日呢 人日呢 一般是正月初期 因为相传是这个女娃在这一天 把人造出来的啊 所以这天就叫做人日 那么为啥人日要搞一个煎饼会呢 因为大家看这个碎石杂技啊 就是说煎饼呢 在宋代的时候就会作为这种人日这个这个去送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具啊 他写的人日前一日就正月初六的时候 扫具奋种就把这个东西扫起来 然后人未行驶 人还第二天人还没有走 就那天还刚门亮的时候 以煎饼七枚附其上 拿七个煎饼附到那个上面 送穷啊 七枝通取以送穷啊 再把他们给弄到街上去送穷啊 这样子 就所以说煎饼呢 是正月初期送穷的这个重要道具 那么你都用它摆起来这样送穷了 那我吃到肚子里 不就把我肚子里的穷也给送走了吗 对吧 所以就是一个有吉祥寓意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啊 那么春盘呢 就是我右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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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像挺好吃的这个东西啊 春盘呢 是立春的一个节令的食物啊 源于唐代 那么唐代的春盘呢 据这个记载是比较简单的 就大概是那些什么葱啊 蒜呀 韭菜呀 这样的一些这种 就是比较特殊气味的 刺激性气味的这种的蔬菜 所以别成为五星盘呢 它有五种特殊刺激性气味的这个蔬菜 宋代呢 那我们都知道要过得精致 对吧 不能像唐代那么糙 所以呢 这个春盘它就有了更多丰富的花样 比如说有青蒿 比如说加了萝卜 比如说加了酒黄 然后甚至说会搞一些那个点酥 所谓的点酥就是有点像今天的奶油表花那种的 就是把那个 因为你就从唐代开始 就是甚至说魏晋六朝开始 不是有一些这种的少数民族吗 对吧 那他们就是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 那么他们不就是会使用这个奶啊 奶制品啊之类的吗 对吧 所以说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这个奶制品不就发展起来了吗 然后呢这个点酥就是你把那个奶 反正这个工艺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就切成那种我们今天说的奶油这样的这个东西 然后在比较寒冷的这个时候把它弄成固定的花样 然后有的也弄点色素给它区分出颜色 比如说弄一朵花 然后弄一颗什么小叶子 弄一个什么小动物 然后甚至有的宋代的那个点酥会把它点成一首诗 就是说就像那个什么生日快乐 然后什么未来可期啊之类的 就这样弄成这个字 然后放到这个酥盘里面做装饰 放到这个川盘里面做装饰 那么因为这个资料的缺乏呢 时间的仓促呢 我们没有找到宋代的这个春盘 那么就现在我不知道南方不是北方人 就北方还有这个春盘的这些习惯 其实就是就搞点饼 然后各种什么这种丝类的 像豆芽呀韭菜呀葱啊 然后什么鸡蛋啊之类的这样的蔬菜 就卷到那个饼里这样去吃啊 就还挺好吃的 然后包括其实南方又春卷 就把那个菜提提给你包好 对吧 其实就是这个立春一种节气的一个食物 那么这个就是它第一个月的这样的这个活动啊 整月梦春 那么第二个月 大家再接着来看 就还是有吃的 还是有吃的啊 二月中春 然后你看 还是 我就不 因为这个月的活动比较多啊 我就不一一读了 那整体的起来呢 你看还是有赏花 对吧 看芮香花 看这个香梅 看这个红梅 看樱桃花 看杏花 然后在马城 就马城也是一个地方啊 也是看花容 看茶花 对吧 这个就还是看实际的这个景物嘛 就像大家现在这个三四月 对吧 这花开了 我们又好像拿着手机出去拍花了 对吧 一样的啊 一样的 那么除了看花之外呢 那还有一些体育活动 对吧 比如说打球 这打球我会给大家讲 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足球篮球 应该也不是猝皮啊 那是那个马球 对 那是马球 我会给大家讲的 然后挑菜啊 挑菜不是这个买菜啊 是挖野菜的意思啊 挑是采摘的意思 你看这个达官贵人贵公子也出去自己挖野菜啊 对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 对一种一种生活方式啊 一种随便挖挖啊 对 然后呢 就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 就是一个食令的食物 就叫做这个摄饭啊 那么我再来给大家讲解 那么这个摄日摄饭 那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叫摄日啊 摄日呢 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这个日子 因为摄祭摄祭嘛 摄祭土地神 定是古神 对吧 所以说你看摄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日子啊 那个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 不是叫做摄系吗 对吧 啊 对 他就是这个摄日的 也就是这个这个绍兴啊 他为了 就是说也是为了祭祀的这样子的来表演 然后奉神来看嘛 对吧 摄系这样子的 那他那个摄应该是秋摄嘛 因为这个摄日嘛 一年是有两个摄日 春摄日和秋摄日嘛 那他这个二月重春肯定是春摄日了 对吧 那鲁迅先生的那个摄系 就是感觉他那个实际上应该是秋摄这样子 那么摄日呢 一般是在历春和历秋后呢 第五个摄日 摄日 摄日啊 摄日啊 不好意思 不是许 摄日啊 摄饭这个习俗 我们今天在一些 比如说我查起来是贵州啊 然后就是一些赏住民族比较多的地方 他还有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宋代的摄饭 陈元亮的《摄日》杂技说啊 摄日有曼泊饭 曼泊饭应该是饭的特殊的一种制法 加之鸡饼清蒿 盐虽久以弊之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放到这个饭上 其实我看下来 今天做的那个这个摄饭就有点像咸肉菜饭 真的有点像咸肉菜饭 因为今天做就是用一些腊肉 然后用一些那个什么葱 然后有的会加那个青豆或者毛豆 然后有的会加一些其他带香味的蔬菜 那么这个是比较家常的做法 那么东京梦华路里面呢 就会就会说这个一些贵族的做法 贵旗公愿以猪羊肉 腰子就这个这些这个动物的肾脏 然后奶房 肚肺鸭饼 瓜姜之鼠 切作棋子片样 就还得切得非常的好看 调和滋味调和 铺于饭上 为之舍饭请客供养 就既是用来祭祀的 也是用来请客人吃的 因为就是咱们古代 包括到现在这个供品 其实也是祭祀玩的 我们都是可以吃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自古的习俗 这个是舍饭 那么打球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打马球 大家就是两队人骑在马上 你看两个颜色不同的这样的 两队骑在马上 然后有一个打球的这个球杖 有一个这样的这个球 也是有一个球门那样子的 这个打球的这个活动呢 在唐代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像我们知道的唐玄宗 他在就是在 他即位之前不是叫林斯王吗 对 他们就都是皇帝 他在即位之前 他不是叫林斯王吗 他就特别喜欢打马球 然后呢 甚至这个唐代那个打马球 在军队之中 会被认为就是说 这个是在做军事演习 这个是在进行打仗的演习 对 就我们看起来好像挺荒谬的 这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嘛 对吧 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在军事演习一样 古人不太同有我们的一个思路吧 那么在宋代也是有的 在宋代也是有的 只不过他的这个风气可能没有像唐代那么兴盛了 因为宋代我们可能知道就是处居会比较兴盛吧 对吧 因为宋辉宗他个人也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对吧 像像那个高球 对吧 大家看水湖传 处居 但是宋代打马球也是有的 因为我们这个图引的是朱瞻基行乐图卷 朱瞻基那是明代的皇帝了 对吧 因为打马球明代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悠久的 历史比较悠久的这么一个体育活动 那好 那就最后一个月了 最后一个月了 这个就更多了 对吧 你看就更多了 这个还是来读一下吧 生招家业过生日了 那个搞一个机会 去水休息 这个我一会儿会讲 然后你看还是各种看花 看月季 看桃柳 然后看这个匪碧桃 看糖 看地糖 看笋 看牡丹少药 看草 看千叶海棠 看黄蔷薇 看子牡丹 看林芹花 看大花 看这个生茶应该也是花吧 我想 那个 但是生茶花是不是看一个草原 也可能就是看它的茶园 看勺药 对吧 这个是看花 然后呢 除了看花之外呢 你看因为这个 一般农历三月就是寒石清明嘛 对吧 宋代那个寒石清明 其实寒石和清明 本来时间就是非常近的 就是宋代的寒石清明 它就相关于一个大节 就像今天我说的小成家一样的 对 所以你看 所以我们竟然会看到 寒石的这个时候是去介绍 其实就因为清明它在唐宋来说 它是一个大的 寒石它在唐宋来说 它是一个大的概念 它把清明也包含在里面之内的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 寒石祭扫也比较奇怪 其实就是寒石节包含了那个清明节 对 你看这个时候它去祭扫 然后它去踏青交行 对吧 然后除了这个就是一些体育活动 去荡秋千 然后还有什么 没了 就荡秋千 踏青交行也是一个体育活动 那么其他的就是还有一些 宋人比较喜欢的活动 比如说煮酒 对吧 当然还有这个豆茶或者是煮茶 赏山茶 对吧 那宋人跟茶的关系 我后面也会讲的 那个还是非常密切的 非常喜欢茶的 那么这个就包含的非常完整 有一些看使令的景物 然后使令的一些活动 然后还有一些宋代非常喜欢的 风俗性的或者文化性的活动 那么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叫做取水修系和豆腥茶 那么取水修系呢 就跟我们昨天刚过的那个上四节 就是三千月之三处也关系的 那么就是大家应该都学过那个蓝亭旭 对吧 有何九年世代鬼宠 这个也是上四节 那么这个上四节 这个修系就本来它是一个 就是这种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在水盘沐浴 然后又把一些香草抹到自己的身上 去除那种不祥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性的活动 那么后来其实因为穿天 也就演化出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种 就不是这么具体了 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在水盘流伤复失啊 在水盘探清浇游啊之类的 这样子的因为都在春天嘛 这些活动都是烧太矫了呢 对吧 这个就叫做取水修系 那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突出取水呢 那当然是因为那个王羲之的这个蓝亭旭里面 他提到一个取水流伤对吧 那取水流伤又是啥意思呢 大家看这个图啊 这个大家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水它不是这种弯弯曲曲的吗 然后你看这个人呢 他基本都坐在 应该是要坐在下游 这个就是他把这个商 那就是酒杯对吧 他把这个酒杯飘在 就放在这个水上 然后让他这样随着这个水流这样飘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酒杯 到了我面前 我把这个酒杯端起来 然后这个喝这个酒 然后我还要做湿 对这个叫做取水流伤 那么在那个唐代的时候啊 这个因为唐代不是已经进行科举制吗 那个考进士考中的那个人 就要在唐代的 就是他们不是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取江流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吗 就唐代那个西安 就长安县西安不是有一个取江 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园林吗 对吧 他们要在那边有一个庆祝活动 就也叫取江流引 就也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差不多的 就因为这个水 它是就这样子 这样去去折折流的嘛 就把那个酒杯放在这个水上 就反正可能也要有一个托盘嘛 它飘着 然后这个到你面前 你把这个酒杯端起来 把里面的酒喝掉啊 这样的一个庆祝活动啊 这个就叫做取水修器 就总之是上次节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活动 那么下面要讲的这个宋人跟茶的这个关系呢 就可能又是非常 就是非常 大家比较感兴趣 比较熟知的一个点呢 就是豆茶 宋代呢 就是说应该说把茶玩出了许多的这个花样 我们现在说这个豆茶 就是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 把这个新茶嘛 我们都知道这个什么明前龙井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清明节 这个前后这个茶都是新的 刚采下的这个时候呢 就各自的把自己的 就自己家采的 或者说自己家藏的这个茶也都拿出来 然后轮流烹煮 然后呢相互品评来区分高下 就有点像这个现在的一部厨艺大笔品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豆茶呢 就不光是这种的 是大夫的这种的这个活动 其实像在那个清明上和土里面 就有一些小商贩 还不能说小商贩 就是那种的茶楼的那种的这个商贩 就是全民性质的一个活动 因为你想这种的商贩 这种比如说茶楼 他们煮茶方便啊 对吧 就这边在煮 后面在煮 前面在喝 然后你再煮再喝 这样方便啊 对吧 所以说其实豆茶的宋代 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风气啊 那么在北宋菜箱的这个茶路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宋人豆茶 关注的一些方面 就不光关注茶色 就是说茶的这个颜色 因为宋代的这个茶 宋代的喝茶的这些习惯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 我们现在是 对 我们现在这个茶是整的 就把那个热水 然后这样倒进去 爱泡 就是还有无泡 爱泡三泡 那个时候是点茶 那个茶要磨成那个粉 就是现在日本那种喝茶的 爱抹茶的那样的这个方式 就是有一个那种点茶的 反正我不知道那个器具叫什么 我就不公敬地称之为小扫子了 你要把那个东西 把那个水注进去 你要给它搅均匀了 连那个茶末带那个茶汤一起喝下去的 这样子的 这是宋代的喝茶的一个方法 所以那个茶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这样子的话 它那个茶色 就是说绿不绿 新不新鲜 肯定非常明确地能看出来 对吧 那么不仅要看中茶色 还要看中煮茶的这个水 然后还要看中盛茶的这个茶盏 这个茶盏一会儿 大家就去下面看那个学位里的特展的话 会有那个跟茶相关的一些器具啊 就确实是非常精细的 体现出送人这个豆茶的这个精细的 就对茶的这个精细的这个程度 然后呢 这个这个豆茶 有的时候还会就是要有一个什么那种 分茶的这个环节 这个分呢 就是一分两分的这个分 这个分茶不是说我分给你茶 或者说我把茶分给大家 它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咖啡拉花 对就是它那个 因为你吸那个茶 尤其是它那个茶 它不光是那个茶水 它不是有那个墨吗 对吧 你一弄它肯定会有很多那个浮沫的 我也不知道它在不加奶的情况下 它怎么样 就是说把那个浮沫 弄出特定的一些形状 就有的那个豆茶 这个都要比 对 就那个 你分茶 你要把那个 你要把那个形状也弄得好看 对 你要把那个东西弄得好看 所以说宋代这个 就是说对茶 确实非常喜爱 这个豆茶之气呢 也是应该说是 灯风造极的这么一个程度了 那么我上面讲了这么多呢 一方面呢 我们确实能通过张思这个案例吧 感受到这种兴趣的 风雅的一种生活情调 另一方面呢 大家可能 刚才就已经 我听到 有人在说 哎呀 他怎么活动这么多 对不对 就已经感受到他好像有些过渡的 这样的这个仪式感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当然这也是 你也不能说是个例嘛 他确实是有点过渡啊 因为这个本身 他家世就很好 就是说 这个经济条件 就在这个士大夫里面 属于套级别的 周密的 他在他的另一部 这个笔记的 这个书下的启动 也已经记载 这个说张公福 就张思这个人啊 原池生计 浮丸之力 假天下 就说啊 对 他家的这个生活 是套级级的 那么让我们大开眼界 也不足为奇 那么不光如此呢 他还在南湖园 这一个地方 做了一个驾销题目 那么你大家看这个字 驾销 就是凌驾于半空之中 或者是凌驾于天上 对吧 那么那肯定 他要有那种感觉啊 他要有那种feel啊 那他怎么造成呢 那他是不屑于 就是说我要自己想一想 我把那个亭子 住得高一点 我就有一种 凌空下降之想的 他就是要真的 要搞成这样一个效果 那他怎么做的呢 这个在四个古松之间 这个是现代人的 一个还原图啊 就在四个古松之间嘛 这不是四颗古松嘛 然后用四个巨大的 那个铁绳 把这个绳子 就是铁 应该叫铁缆吧 把这个绳子 就是半挂在这个空中 就是瓶子也会掉微压 我当时理解 就是这个瓶子也会掉微压 就总之应该是用四个 特别粗的 就承重特别好的 那个铁栏 把那个瓶子掉在半空 然后呢 这个机制 就是瓶子悬在半空 四个铁栏 就是绑在四个松树之上 这样子的 当风月清夜 雨刻梯等之 就是说在那个月朗星熙的 这个天气非常好的 这个夜里啊 跟这个刻呢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加一个梯子那样 登上去面面挺冒险的 然后就感觉自己 飘摇名表 真有邪非 先素子清之意 所以说其实他的这个 确实是有点过度了 就他能造出来的东西 他是不会去想象的 对吧 我就要一个真实的Phil 不过呢 其实通过这些呢 我们也能看得出 就是宋人的某些方面的 或许有一些 这种过度的遗失感 正如这个 我们字幕在孟良录里面 所说的 烧香点茶 挂画插花 四般闲事 不宜泪家 就是说 这个烧香点茶 挂画插花 这我们都知道 对吧 就是生活里面 四件这个事情 就是说 因为宋代呢 他们把这个香 也是做得非常地登峰 造极的 那茶我刚才讲了 对吧 画呢 我刚才也有设计 就是这个 我不光是我要搞一个园林 我也要搞一个好看的画 然后我不出足够出户 我就要有一种 全民山鹤之想 然后还有插花 插花也是我们熟悉的 对吧 就是说这四件事情呢 虽然是生活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但是呢 它也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环节 这也这种 因为宋代我们都知道 其实还是儒学非常盛的 这个时候 就跟儒家的 这士大夫强调的这种的家国天下 强调的 力功力得力言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相防的 对吧 所以呢 他会说 这是四般贤士 不一类家 就是说 这个生活上的事情啊 我们讲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不要过度 对吧 不要让它成为一种 这个家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类 就是不要过度的追求这种福丸的生活的一种精美 一种精细啊 那我们呢 这个跟着张思的这个生活呢 也是算是对南宋师大夫的生活 进行了一种好游和一种畅想了 那么我想呢 在这样的一种过渡仪式感里面呢 我们肯定会感慨古人的这个风雅 因为对于我们金人来说呢 我们从中卓取一瓢 然后呢 能够在日常之中呢 感受到一种这个 一种一种一种雅趣 能够呢 就是处理好纤索的一种平衡 使自己的这个精神有所寄托 然后能够失以期居 那我想就是我们今天去这个 回望宋代 去感慨宋人生活之精致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或者是一种借鉴了 那好 那我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吧 非常感谢大家